目前正率团访问美国的前副总统肖万长 20号上午在华府与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等五位议员进行了会晤 之后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院发表了公开演讲 呼吁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台平洋伙伴协定 请看本台记者来自华府的报道 20号上午肖万长率领台湾经贸访问团 在国会山庄会晤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爱德罗伊斯等四位重要议员 说明双边经贸合作和台湾参与区域组织的重要性 就在肖万长拜会国会的同时 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一项法案 授权美国海军出售四艘派礼及巡防舰给台湾 缔结双边投资协议 还有我们能够透过美国的协助 能早日参加TPP的讨判 这个问题国会议员都很支持 下午在布鲁金斯学院的公开演讲中 肖万长呼吁美国重新重视和台湾的经贸关系 他表示台湾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和战略挑战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可以让台湾再平衡其对外经贸关系 活化和提升美台间的经贸连结 并使台湾维持多选项的对外关系 这对美国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华府行程当中 肖万长一行除了拜会美国国会 并会晤行政部门官员 也将和美国企业主要领袖 举行台美产业高峰会 继续为台美经贸关系加温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